欢迎回来牛小咖 我是不幸病 也不会倒 但是很装逼的 必倒 之前我们做过几期Nespresso的胶囊推荐 刚好最近我们看到 Nespresso刚出了一个 致敬世界咖啡之都的系列胶囊 于是我迫不及待的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新系列的胶囊 那这个系列共有6款咖啡胶囊 分别代表着全球6个咖啡城市 那一个是布宁多斯 埃里斯 上海 还有一个是维也纳 东京 斯德哥尔摩 还有开普敦 这个系列是原大杯咖啡系列的调整和升级 因为全是大杯的Longgo 所以在萃取的比例上 我建议大家萃取60克到80克的咖啡叶 那如果你们喝美食的话 我建议加150克的水 同样如果喝牛奶咖啡的话 加150克的牛奶 那我们今天从强度最小的 喝到最浓 这样的话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首先喝的第一款呢 这个是叫布宁诺斯 埃里斯 大杯的 那它的这一款的强度是4 是一个全新的口味 之前呢是没有这个口味的 好 我先制作一下 看一下我们等一下喝一下它的味道 好 然后我们加150克的水 做成美式 那因为使用的是哥伦比亚和乌干达的 罗布斯塔并配 所以整体喝起来的 它的微微的酸感中带着饱满 唇厚度稍微略低 然后呢 酸味比较低 但是尾段呢会带有一丢的木质感 那这款呢比较适合不喜欢酸味的人群 另外呢这款喝的时候啊 适当的加点牛奶 口感呢喝起来会更特别一点 那接下来呢 下一杯我们喝的是这个上海大杯啊 然后我们看这种 它这个胶囊这个是代表了中国红的这种感觉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扇子啊 然后上海呢也是一个全新的口味 它这个 然后强度里面是5的强度 那咖啡豆的拼配呢 里面有用到云南和肯尼亚的 尝一下它的味道啊 好这个做好了 那所以这个整体的口感啊 喝起来它是满满的 然后口腔里面也是那种滑滑的感觉 有带有一点这种肯尼亚的莓果酸度 那整体感觉呢还是蛮舒服的 而且刚好我们也是在上海 那上海呢拥有着全国最多的咖啡店啊 那如果你们去到很多的精品咖啡馆啊 很多的咖啡馆呢 它也会有类似这种莓果花香风味的咖啡 那个人建议呢 这个还是做成黑咖啡 这个口味呢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毕竟我们都生活在上海这个城市啊 好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要品尝到的 这个是维也纳的尼尼茨大杯啊 那这个胶囊呢 它的外表呢 看起来也是那种亮亮的 带有一点那种金色和棕色的这种结合 然后它的这个强度啊 是6 这个胶囊呢 是由之前的老款的大杯系列 尼尼茨尔调整了强度的 然后我们来制作一下看一下 它这个整体喝起来啊 它的风味感觉没有上一杯上海系列那么突出 但是呢 这个平衡感非常的棒 然后带有一些哥伦比亚的酸度 但是这个酸度呢 它不是特别高酸的那种 那这杯咖啡喝起来就有点像我们在外面咖啡店点的那种 美式黑咖啡的感觉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喝的是第四款啊 这个是东京的大杯 然后它的这个外面设计啊 看起来就是那种樱花的那种纹理在上面 就是有点纸蓝纸蓝的 非常漂亮啊 那说到东京啊 大家其实第一印象会想到 日本升烘焙的喝咖啡的方式 其实作为一个新潮以及超大的都市 那喝咖啡的方式呢 和习惯 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日本升杯 那东京的前身 维沃托大杯的强度它是4 那现在呢改成了6 那酸度降低了 而且纯厚度和棕色的香料更高了 然后它整体喝起来的味道没有太强的苦味 也可能是因为拼配了埃塞尔比亚的豆子 埃塞尔比亚的豆子大家都知道 它是高海拔 然后日照降雨量比较充足的 所以带有一定的酸度 那这个后段呢还是会有一丢丢的木滋味 可能是出自于这个墨西哥产区的豆子 唉今天喝的有点多啊 接下来一定要看下去啊 希望大家给个点赞 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第五款 这个是斯德格尔摩 然后它是福提奇欧大杯咖啡 那这款的强度呢 它是8 相对前面几款会比较高一点了 那它是由之前老的福提奇欧大杯调整强度的 那提起瑞典呢 斯德格尔摩我们脑海中里面就是那种地印象的北欧极简设计啊 然后浅烘焙咖啡 那这款呢 它使用了哥伦比亚和哥斯大尼加 然后呢也加入了印度的马拉巴尔中度烘焙 所以呢 它整体喝起来的口感偏重一些 然后甜度也是适中 也能明显的感受到咖啡的香苦味 然后咖啡咽下去之后呢 还有点微微的烟熏感的回味 比较适合口味偏重的人啊 我觉得 然后呢我更推荐做成牛奶咖啡来喝会比较适合 那今天的第6杯呢 这个是开普敦恩维沃大杯咖啡啊 这个它的设计呢 也是带那种深棕色带点那种铜色的感觉 然后它这款的强度呢 是这里面是最重的 然后是由老款的恩维沃大杯调整的强度 那它的烘焙度呢比较深 用的是印尼的阿拉比卡豆和罗伯斯塔豆混合的 这个确实味道还是比较重啊 比之前的都要重一些 那所以啊 这个必须是推荐做成牛奶咖啡 喝起来呢 我个人认为是整个今天里面几款中味道最重的 几乎喝不到什么酸味 然后苦味也比较高 感觉有点像那种印尼的香料的味道 我觉得比较适合那种喜欢喝苦咖啡的人 那整体六款下来呢 因为我平时喝黑咖啡 喜欢喝带果酸料和花香料的咖啡 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更喜欢上海 东京 维也纳 那这三款的果酸味感觉比较好 那斯德哥尔摩和开普敦这两个城市 我个人更偏向于做成牛奶咖啡 另外啊 Nespresso这个城市系列 刚好也体现出了每个地方不同的咖啡文化 不同的饮食文化和生活 也让我们跟随着咖啡不同的风味 来体会这些不一样的精彩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那喜欢的朋友希望转发点赞 那我们下期见 Cheers